您就是带着这个情怀拍下舌尖上的视频 这是一帮吃人的人 对啊 过去鲁迅就批判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 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啊 是吧 所以你看 他不是一般的美食家 他是吃人的美食家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去哪吃和吃什么 肯定没有跟谁吃重要 这是肯定的 比较熟的人 大家吃的就会比较开心 如果是很生分的人 就会吃的非常非常紧张 那个菜就会变得不好吃 后来我都已经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了 文道在北京请客 他想在哪请 我帮他找厨师到这个地方去做 我跟你说他厉害 这个我们真的是委托过这个小庆老师 跟我们说 有一趟我记得那是侯孝贤来 说侯孝贤来不能怠慢 是吧 得好好招待一下 说但是不想去别的地方 就在我们公司里头 弄个舒服的阳台 怎么样 没想到小庆老师给我们请了个大国手 来到会 国际级的 真的是厉害 所以你说能交到这种朋友 对吧 这生活太好了 那食材也是就是自己带过来 不是 他准备好 他准备好 两天就给我看菜单 对 对 所以 国宴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得好好招待招待 但是我们也战战兢兢的 对吧 本来我是说小庆老师来 你带点什么吃的吧得 但是那小庆老师还是形色聪聪 说给我弄一瓶清酒 可以吗 我给你带了一瓶清酒 然后呢 闻到现在自个儿呢 这个文艺青年活不下去了 也开始卖卖酒了 卖卖 卖就卖笑了 安利一下给闻到 安利闻到的红酒 对对对 你给大家倒啊 来来来来 对对对 咱们这个 我来给你倒清酒 我来给你倒清酒 咱们今天这个方舟 咱们两种酒 混着喝 行吗 我没问题 对把你放倒是我们的目的 放不倒 哎呀 这个我是听说 这个小庆老师啊 在这个京城饭局里啊 非常的有名 那个三联生活周刊 那个王晓峰 他就说 原来我们有一个 什么老男人饭局 什么都谁啊 罗永浩啊 老六 张立宪 杨慧 对好 他就说 但是呢 自打这个陈小庆 加入我们这个饭局之后 饭菜的质量明显提高 对对对 说您这个在 而且而且哎 一个人可以耗到这种程度 他等于走街串巷 就是扫街嘴 嗯 说他丢了一部手机 手机里有几千家餐厅的资料 对 而且不仅有去这家餐厅 还有要点什么 还有哪些菜 应该提醒服务员什么 嗯 这个掉到黄河里了 跳到黄河 这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是是是 而且小兴老师 能吃出极也家 不同极也家的缺点 这是 这就老仔秒害我 是吗 其实没有 你说的极也家分别是国内的 还是 没有没有 那不可能的 国内 我很少吃极 是吧 除非在 在单位加班 哎 而且呢 我还给小兴老师准备 你可以品尝 这是我们家亲戚 在那个 这个在河北的 他奶奶啊 自己做的那个肠 嗯 我不知道您这个 就是一点家乡的风味 自己做的肠 嗯 这是北方的肠 北方的肠 哎 我们能吃 当然了 就是给就给你们吃的 来 那咱可以喝 边喝边吃 边喝边吃 来来来来 今天呢 我是说 不好意思 我来我来 要别人到 要别人到 对 我是说这个小兴老师 得跟咱们讲讲美食 你说 别的经验 咱们都还可以聊聊 咱说吃饭的经验 嗯 您说 您这个 这个饭局 您数得清 已经有多少回了吗 哎 数不清 数不清 前两天还有人问我 说 你们 就那么几个人 在一起吃饭 最密集的时候 几天聚一次 我们最密集的时候 一个星期聚七次 每天聚一次 对 就是要 就是说 今天是什么主题 今天要商量 明天在哪吃 这是一个主题 其实就 就这几个人 哎 总在一起 大家很安稳 而且呢 很有序 因为 很有序 嗯 老六是局长 嗯 他呢 总要有一个开场白 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就好像我们都不认识一样 就要我们四个人在吃饭 挺逗的 他要 他要介绍一下 然后最近他在做什么 这 他是 发自肺腑的 很 重重的 在在介绍 每次都好像 认识一下自己 再和大家在吃饭 很有意思 哎 方舟参加过我们的局 没有 没有 我参加过 对 我记得但是那时候 他们不挤兑你啊 挤兑我什么的 哎 他们都互相挤兑 对 对 对我算客气 但是呢 我觉得那时候去 我觉得印象很深的是什么 就点菜啊 有几次你不在 那 然后呢 点菜呢 就交给老六 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因为老六点菜呢 就看来看去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说老六怎么回事 我记得说王晓峰说 哇 老六点菜是这么点 他每一页 一二三是数下来 数到第六 就是叫老六 哈哈哈 这个点菜啊 真实门学问 太大学问了 我觉得你一辈子 真的要认识这么一个朋友 省大事了 我有的朋友啊 我觉得对他 能到崇拜的形容 就是说 不要说中国 比方说我到了巴黎 我说去吃什么 去哪家餐厅 电话啊 或者微信呢 告诉你 到那家餐厅 就跟这个 张晓晓一样 点什么 然后你跟那个厨师说 什么什么 要什么地方的 怎么怎么坐上来 然后递几道 你说他连这个 menu都没看 他叫如鼠加针 其实是可以的 这家伙太了不起了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的 香港和巴黎 我可以 你也行 而且还有个 点菜的艺术 怎么着 他们说要点好了 你这一桌菜 得横侃成岭 侧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就是 我发现 这对我来说很困难 老是不知道 点什么 你是有什么原则 还是对你来说 是直觉的 看来的人 这是最重要的 闻到来了 我肯定要点一个 在里面 对 要找一个 有装逼的菜 汤羹类的 做的比较细致的 如果是 比方说 一个北方的人来 那我肯定要围绕着主食 要有一道菜 这个布菜 其实 人家词都叫布菜 点菜 比如五个人 要点多少菜 我觉得我每次 对于这个量 我说没有 我没有 你首先你要熟悉 这家餐厅 有的餐厅 菜量特别特别大 而且最重要的 一定要点一个 核心的菜 就是每个餐厅 其实都只有一道菜 或者两道菜 是最好吃的 其他的菜 都是过眼云云 因为现在又有各种的点评网 口碑网 相对来说就会更容易一些 但是我同时我会排除做排除法 比如说点评网里面我知道那些是通过投广告靠的钱 我就我就不会去吃 你怎么知道的呢 对我也好奇这个 因为我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 我真的太不熟悉 我们要看点评网 但我就觉得点评网很不靠谱 你如果当地没有朋友的话 你只能依靠这个 是要或者是点评网 对 那就不要点便宜 嗯 嗯 就先把便宜的 我也觉得是 先拿掉 切切掉了 然后才有可能是准确的 那我每次去问服务员有什么推荐的 这个可以吗 这当然可以 那但是这个前提也有些问这个 这个前提也是非常好的餐厅 对 他会有他会有一个职业的态度 是来帮你来点 对 那如果你去我们家餐厅 我们的服务员肯定跟你说 那你得点一个 你随便跟你说一个 你一看 卧槽这这价格这么贵 肯定肯定是这样的 因为他要提成 是 他就他就会失去这种职业的范儿 还有一种很奇怪 就是比如说在国外的餐厅 你也不要以为人家到了国外 人家就很专业 不是的 你问他说今天有什么好的 他推荐给你的是 可能剩下没卖完的 那个材料要赶紧把它卖完 有些海鲜 这个情况最明显 大半很多西餐厅 他比如说有那个catch of the day 就是说今天现捞 最好的标点